这会儿是晚上的九点半了 咱们呢刚进这个江苏省的境内 今天晚上住车在一个公园这里 有厕所非常的方便 一个人呢懒得做饭了 晚上就没吃 刚才直播了一个半小时 刚下直播 现在还有点饿了 准备捣通狗吃的 然后开始写作业 翻了一圈 实在是没什么吃的了 捣通几个虾米吃吧 这个是我们青岛那边的 就是野生的海米 我们叫立夏 扒完了以后 筛干的待在路上 方便吃 比较有营养 而且呢还不长肉 吃点这个 然后就开始写作业 越嚼越香 这是今天录的视频 这会儿已经是晚上的12点多了 昨夜已经写完了 准备要休息咯 晚安 记得点赞评论 拜拜 拜拜 早上好 现在是早上七点 这会儿晚上睡觉都在冷了 该一床被还外冻的 准备起床 OK了 收拾完了 准备做口饭吃 玉米粒 火腿肠 炒点大米饭 再来上两颗公鸡蛋 这是昨天晚上 我住车休息的地方 一个影都没有 就喜欢这一个影都没有的地方 睡觉睡得特别特别的安静 特别特别的香 这会儿油已经热了 咱们把隔壁老王给送来的两个公鸡蛋 给它搞里头 这公鸡蛋 有点不大正经了 怎么刷白刷白的 鸡蛋不应该是焦黄焦黄的吗 葱花给它搞里头 这小床 给它搞里头 OK了 饭已经出锅了 上班的起床 上学的起床 饭也OK了 可以密洗了 好了 开喽 太小了 一定饭都不能送 出锅子当努力皆辛苦 好了 咱们准备要出发了 检查一下车上所有的柜 门都关好了没有 完事就走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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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